台湾球后带自营新年首战就闯进决赛 14日与南韩球后安喜迎争抢个人第五座大马公开赛冠军 尽管以总局数1比2错过今年首冠 仍获得1万200分的亚军积分 本周总积分将来到9万3736分 超越日本一解山口欠的9万3517分 自2023年3月后再次重返世界第三 小戴生涯最后一次出战大马赛 不少球迷飞到马来西亚替他应援 不过他夺赢后透露 前几天与印尼一解东宗一起吃饭时 得知有台湾球迷跑去敲对方的房门并送礼物 让他直呼这行为太突然且让人感到害怕 对于这件事实在对东宗感到非常抱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